今天之点,小编和你知知,你冷气自由都失去的宜英港人 全球热浪来势洶洶,7月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以三度创下新高 对于习惯开冷气的香港人来说,热天都不算太难熬的 但黄友崇拜的大英帝国就未必了 但一冷气自由,不是说你想要就有的了 去年英国高温创纪录,最高气温首次突破40度大关 英国气象局预测,2023年恐出现史上最高温度 有宜英港人打算提前装定冷气,起码面对严谐下日都不可以这么恶顶 谁知他惊喜地发现,原来在英国冷气不是说可以随便装 无奈之下,唯有在宜英黄丝讨论区发贴素负 并求交怎才能成功申请,结果引来不少手足为官 刘主就说,今年的热浪会极度惊人 不过我刚才知道,原来在英国装一部冷气 不是需要老婆同意,而是需要委员会批准 小编翻查资料发现,英国基本上所有比较大型的改装工程都需要入市申请 无论你是住在公寓还是住在独立屋,对其他的持份者不反对才能申请 至于怎样才能成功装冷气?小编就不知了 严谨有人分享过成功的经验 难怪这位楼主抱怨,成功获批的秘诀是一种秘密 看来好称自由民主的英国都隐藏了太多不能说的秘密 最后,刘主才能劝勉同路人,要好好珍惜在香港开冷气的自由 有人说反话自嘲,他说今天好凉又下雨 我要找一件长袖衣服穿才行,看来夏天已经完了 最后加个豁湖,讲笑而已 还有人说,不要浪费时间想怎样装冷气 如果三十几岁,找个树底或者去教堂坐下就好凉了 但有网民表示,不理解英国的做法 反问,家里装冷气都要申请? 那民主在哪里?更独裁过香港 还有网民耻笑,没有冷气?很严重的 野上来真是要命的 会不会成为了黄丝回流的理由? 虽然小编不知道,有没有手足因为装不了冷气要回流 但有一件事真的拗头 为什么充满自由空气的角度,竟然没有装冷气的自由呢? 既然组家这么不公义,手足绝对没有沉默的理由 一如勇武抗争吧!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小小,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 ~! 中文字幕——YK